HELLO,大家好,我是雷霆 那今天要來做一個Carry這輛日本八戒加直驅逐戰車的一個簡單車皮 那這台車子我個人玩的是挺喜歡的啦,裝備的話個人推薦是這麼配 那這麼配的話,把這一個增加精準度的配件放在第二欄的話 你可以讓這輛車的精準度達到0.27 0.27在八戒驅逐裡面算是一個很OP的 那這輛車好是好在什麼地方呢? 它可以當成一個比較輕量版的北京藍來玩 北京藍的裝甲是200嘛,那這輛車的這一個戰鬥士的這一個區塊呢是220號 下面這邊大概是200左右的等效 我說的是等效,所以有算上這個血路,這個血路算上去大概就200左右 它的戰鬥士是稍微硬一點的 那這輛車有什麼好處呢?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是除了它的精準度高之外它還有單發 而且它的炮彈,而且單發是500嘛對不對?然後它的這個金幣彈穿透力大約是 如果在它上面寫了298-28 我們把它當成298 來看 那快要300啦 那這個提示我們先馬上推回去 來可以給各位看一下這輛車有什麼好處 它的炮管位於整輛車的還算是比較上方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只壓扶腳然後露出上面這一小片 然後就可以確保說敵人要秒的話它必須要打在這個點上 如果它打到比較中間這個疊架的部分是會比較硬的 所以說這輛車的話它主要它是可以參與重彈線的戰鬥的 那它參與的方式不是硬扛而是說補砲 也就是說等隊友吸收完敵人的火力之後 對面需要填裝的時候你趁那個實際空檔出來 然後架好砲 然後用那個0.27的準度瞄著 記得要跟人家隔一定距離 最好是中距離 像這個距離 那我們現在在等什麼呢 等提示開火 為什麼我們有一個重彈去補砲 對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我們的這個旁邊的Comfort 它被提示的HIT彈金幣彈打穿砲塔 那我們就 這個有一點瞄的偏下面 對 所以說這輛車能不能參與重彈線戰鬥其實是OK的 它可以當一個純黑槍 它也是可以稍微參加一下 然後就可以稍微試試看 好 反正我們多試幾次 只要有重的話 基本上就是賺了 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很安全的開火 那我們有一個重彈 其實它不應該這樣玩 它這樣子就有點太浪費了 它這樣玩對我撞火 對我一直卡我 害我真的是太好瞄 這個703 703其實跟這個T10 它不應該卡這個位置 因為什麼 703的頭其實T10金幣彈可以雙傳 我講真的是可以雙傳 那我們就是要瞄T10的側障塔 我們現在是有想說上一下金幣彈 但其實不用上金幣彈也是可以的 幹 穿了 456 好 這是一些一般的八階驅逐坦克 比較難做到的事情 因為一般八階驅逐坦克 像你說像歇居或者130片 他們沒有裝甲 所以他們 敵人要打他們的話很容易 甚至不用稍微瞄一下 但是利用這個敵人需要稍微瞄一下時間點 我們可以算是相對 蠻安全的狀況下去做開火的 而且 你要想像 它的準度有0.27 那也是比T103這種可以做這種事情 車子還要做 所以它在聚集敵人的弱點的時候 它確實是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做一個 你看530了 轉一下車身 那這樣車的倒車跟前衛速度很快 也是它的油脂 這樣車的速度其實蠻的快 那速度快的話 我們可以即時的倒車來 藏起來自己 就不會被打到上面的那個 戰鬥士直接被 高穿深的砲打穿 如果是斐滴南的話 因為你倒車速度實在太慢了 所以斐滴南你倒車速度慢 你可能會 敵人就有辦法 就是在你完全倒車前 他可以秒到你這樣 又是打到他的那個觀測裝置 沒關係我們就做事情 是我們現在開始上AP了 因為我發現我們根本就不用用金屁彈 我們都是用透過瞄弱點的方式 那如果都是瞄弱點的話 你其實不管是用金屁彈 你開始 你看就是 也是金屁彈就可以穿了 546齁 因為看到它的傷害 下面左下角有寫 456 530 546 這個α是很舒服很爽 哇 又一發542有沒有 所以這輛車它的玩法 我覺得你要 你要一般驅逐玩法OK 但是我覺得更有效率的玩法就是 來狀態先搞事情 那搞事情的話 像這種地方就很適合搞事情 對不對 就很適合就是 等到敵人在打隊友的時候 敵人收回去 你就出來把炮架好 等著他出來那一刻 你就往他做點雜訊 沒有穿沒有中也沒關係 你就退回去 然後重複這個操作 那基本上你就能打出一個還不錯的傷害 你看 這個小東西它也可以打到 所以說這台車的準度0.27是不開玩笑的 是很OK的準度 當然因為我們有吃這個進步值 所以準度才會降到0.27 但是如果差不多的配置 如果我們用在獵狐上面的話 八截版本那個 呃 加泰克Prototype 那台八截版本的獵狐 它也沒辦法準到這種程度 所以說這樣說特別適合做這種 重產線Pick人家的 但是不是主動Pick吧 我們絕對不可能是站在那個 前線跟人家打的 而是補炮的 我們當一個補炮的角色是一個非常好的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 70316也撤退了 我們的康奎撤退的 唯一有對敵人提示造成比較大量傷害的就是我們 我們還是一個八截的驅逐 這就是這輛車的 它的價值所在 高準度 高α 然後稍微可以慢一下 那一片上面 讓對面瞄你的時間點拉長那麼一點點 然後你趁機拖打 那它這個裝甲對於 這一種九截場這種高穿身的T10的金幣 各位都知道T10的金幣 大概好像330還是340穿身 是很噁心 它隨便只要碰到我們就會穿 所以我們不能讓它碰到 一定等它開出來 正在瞄準的時候我們就打了 我們要提早出手 我們必須讓這些炮彈是打在隊友身上的 那這輛車的這一個裝甲 它有什麼好處 哦對我忘記提到一件好處就是說 如果它對於一些穿身不足的車子來說的話 它基本上是沒有弱點的 可以看到嗎 它完全是沒有頭包的哦 你如果是玩科技書上的那一台八階的日本驅主 它是有頭包的 它是有一些弱點可以打的 但是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把這個下面這個 這個一定是弱點嘛 各位都知道這是下盤 它如果你能把這片藏起來其實也很好藏 你一藏起來之後 你如果遇到KV5啊 IS6啊 或者是沒有上金幣彈的IS3啊 這種穿透力比較差 更不要提很多七階車 你看那個IS啊 還是沒有上金幣彈的圖示那些東西 其實它對那些車的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它打人家一發500 然後人家打它 秒也沒有弱點可以秒 所以它欺負這種小朋友 它是可以當一個去前線的一個 真正的意義上可以扛線 但是這種場就今天我們沒有辦法啦 因為我們基本上就是 你看我現在上高爆彈是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對面的是暴風跟清塔 我們在等 等對面犯錯 等對面開砲了 對面被亮了 我們直接送牌一發 那這個高爆彈傷害是多少呢 630 這個被打到基本上就是 不死也半殘喔 非常痛的一個高爆彈 穿透力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90喔 他這個平均穿透力的寫法 標示方法有變了 我其實比較喜歡以前的標示方法 我們自己知道以前的標示方法 往上往下加25% 但他現在這樣標其實有點模糊 這個區域的中間值 你看到了 星坦 687 哇 你看這個 瞬間就讓他懷疑人生了 九劫輕砍 別擺下去 一發揍掉了 一半的型 一半以上 超過一半 我們看能不能打到這個暴風 哇 開一點點啊 這邊其實我們應該要把車身直接往左再 拐過去更往左一點的打 像這樣子有點失誤啊 他這個肯定是跑掉的 因為暴風的隱蔽值很好 即使完全沒多吵 他從我們面前這樣直接開過去 我們也是看不到他的 唉 沒辦法 暴風其實就是一定很做壞的盒子啊 暴風是所謂有著驅逐的隱蔽 然後有 不是驅逐的隱蔽 有著驅逐的火力 有著輕坦的隱蔽 又有著輕坦的激動的一個很噁心的小車拿大炮的車 基本上在這世界只要是小車拿大炮的車子都還蠻 都還蠻不錯的 你有Alpha其實就是一個蠻大的優勢 那我們利用 因為已經長末了嘛 感覺氣氛就已經打到後來了 我們就想辦法走出來多大一點 然後利用左邊這個厭屍 可以看到我其實是有在看地圖的 我不會笨笨的走出來 我是因為知道這邊可以擋 所以我們就開到這個位置 剛好把左邊的這個暴風擋住 這邊肯定是驅逐或者是暴風跑過去躲著 那我們看能不能用高火彈賞這個HN 他現在沒空移 這邊他突然又往前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繼續等 總有時機讓我們送他高火彈的 550了 那這邊其實我們的決定 也就是有一點好笑啦 我們退之所以會往前 我們明明知道這邊會有暴風嘛 你看這地圖上就有不要暴風 是躲在這裡在黑槍 我的想法很簡單啦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我們這輛車也有200多的裝甲 應該能扛住暴風的炮彈 除非他用金幣彈打我們的左邊之類的 或者是打這個區塊 我覺得我們有一定應該可以扛住他 我的想法就是 我想說從這邊開出去 我先送他個一發兩發 反正我們是蠻氣的 他的兩發打完我們都死不了 趁他在打我們被亮的時候 我們還擊他用高火彈還擊 這是我的想法 可是實際上沒那麼容易做到 因為那個暴風也是衝擊 我想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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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不及 他打完這兩發到 然後他被亮的時間中間的間隔 沒有想到那麼快 他的第一發打我們的時候 他好像 沒有那麼快便宜之類的 反正 這個血量有點bib 不過 因為我們知道說 暴風他要潛裝嘛 所以我們 其實是沒關係 我們 知道他 要潛裝的時候 我們的隊友有沒有撐機往前 他們可能不知道暴風已經開火了 之類的 因為 這種情況下其實是可以撐機往前 那 我們透過這邊有一塊石頭 我們把我們的弱點藏起來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這個暴風 我們要防止他逃跑 對不對 好 他想要逃跑 先秒好 有K到這一發我就覺得 好啦 有一點 算划算了 雖然說剛剛那一發 我們高爆單次圖 沒有打到他 但是他逃跑之前 我們有收到他那一發 我還是很辛苦 當然 這個扣血 白給 你可以看到暴風多變態 他那個爆發達到一個 700多的傷害 750以上的傷害 差不多就是 152的這種活力了 然後你把它放在一個 怎麼小炮這麼快 以為一直有這麼好的技能 是不是這樣 多噁心啊 可惜那樣車絕對不會被 被NRF 那種金幣車都很少在那裡 如果要我 要我來改暴風的話 我會把他的 金幣彈穿身調低 還有他的炮空調得更差 那才符合你 兩發突擊的這種 大罐子的這種 超多說法嗎 而不是讓你 即使是拿這種 可以短時間 蹦蹦兩發超高傷害的 這一種炮 你還可以秒落點 理論上那種炮就不應該可以 讓他有秒落點的能力 因為他就是屬於 車型大家 屁股大家 車面的那種車 你如果讓他可以 正面秒落點穿人的話 那就是做壞的 因為那就代表說 他不但具備可惜能力 他還是可以 他要停下來 硬要做這個 弱點的精確秒數 他也能阻擋 暴風確實 就能阻擋這件事 你可以看到 他直接大窗門 大窗門哪邊 我沒有仔細看 好 這個地方 基本上 這個情況 以他的那個火力來說 以他那樣小車扛大炮來說 他不應該可以 撩穿我們這邊 除非是 他幸運 所以我只能說 就 WG平衡 沒在做 用腳在做 是真的用腳在做啊 然後我覺得 暴風就是躲在這片草叢區 我就先瞄著這邊 他也只能是在這邊 他還能去哪邊 對不對 隊友都找到那個地方了 對吧 這是附近 490 舒服啊 很可惜的 我們高爆彈剛剛用掉了 如果我們還有那一發高爆的話 我們剛剛閃過去 應該會更爽 但是剛剛那一發高爆 我們沒有打成功 那一發不應該浪費的 那一發 那一發其實我剛剛是 被他打了兩發之後 我應該很憤怒的 把那一發打出去 那一發我應該憋著 憋著場默的時候 這個時候再給他 那才是最好的 OK 我們打了差不多快 五千的傷害喔 那這場是九階長一 用八階去除來說 打得還不錯 那就是 給各位一個簡單參考啦 那 他的金筆彈的穿透力 也是夠穿百夫掌和卡納峰 這種車的 炮塔硬灌是可以灌的穿喔 也可以硬灌 打穿這個 703122啊 或者是 VK100.1 這種 車子的炮塔 這邊是OK的 這樣車特別適合拿來對付什麼 你知道嗎 對付那種BZ176 BZ176 你跟他 附賣這個戰鬥師的時候 他在賣頭的時候 你可以用 口徑壓制的方式 打穿他的頭皮 跟打穿他的 炮管的那個 後面那個炮糖 翹起來的那一邊 放到那一邊 都可以 但是 BZ176的高爆彈的穿透力 是 剛好不足於打穿220 220剛好看得出 所以 這就是尷尬的點 除非他要用 那個AP彈 但是BZ176的AP彈其實沒有 比較好 他的AP彈很少人在用 OK 那就是一個小分享 那我們再分享一個小影片 以及跟Curry有關的影片 各位看 一小段就好 一小段內容 OK 那我們現在分享這一段 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一下 現在的戰況是怎麼樣 這個地圖的戰況很顯然 就是有BZ176衝上山去佔領 這真的還是很北七的一件事情 這麼肥的一輛車 可以讓他開加速 直接衝上去 OK WG平衡我再一次吐槽 這一場的話呢 我們另一邊基本上 崩了好多塊錢 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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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完全沒人了 這不是 不是崩了 是完全沒人去 所以 我們這傢伙死掉 是時間找的問題 他這邊是能偵察 沒錯 但是偵察沒有用 偵察能死 只有一個暴士在幫忙打 那根本就不夠 這邊一旦發現 這邊人數不足之後 你看 我們這邊有驅逐 好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驅逐會推現死在這裡 你看 一個驅逐兩個驅逐 不好好黑 選擇推現死在這邊 或者說 剛剛其實 可能 戰況有優勢 他們想推過去 但是 你也知道了 有BDE在這邊 然後可能他們 有做一些反擊吧 所以我們的驅逐 全部都失敗了 那這種情況下 我斷定 這邊會崩掉 是遲早的事情 而一個BDE又在中間 然後他們這邊 又完全沒有人 我確定他們這邊沒有人 前面這個區塊 然後我們中坦線的狀況 也不太樂觀 所以 我等一下很可能 會被夾殺 就是這邊崩掉之後 我一個人在這邊 然後中坦線又崩掉 會孤立五元 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還蠻血 我想要多賺一點傷害 所以我們乾脆上去找BZ176 為什麼 因為BZ176現在可能 不見得有在注意我們 而且 他們現在應該也不太敢出來 因為他們知道這邊有一個 在偵查的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現在可以趁BZ176 已經開了一炮之後 衝上去 對 就是現在的狀況 稍微解釋一下 那這輛車 打BZ176 隔著一點距離 是可以很暴力 但是直接切身的話 就是換血了 但是我們的BZ176 高大 對不對 而且你看 他現在屁股對著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 嗯 我們這輛傷害有點顯不夠 我們要去找他嗎 528 哦 他發現事情大條囉 他發現事情大條囉 兄弟兄弟 來來來 跟我貼貼 注意數 有沒有 直接穿 為什麼 OK 他打穿我們 他的砲管壓下來 是可以穿我們這一塊 所以我說這一塊其實不保險 他的車身大概200出頭 他的戰鬥士是220 所以你跟他 互賣戰鬥士的時候 他是打不穿 但是這種貼身的情況下 他是打得穿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能再送他兩發 你可以看到 整片都綠的 有沒有 他整個頭皮 你這種貼身情況下 整個都是綠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 他跑不掉 這邊他有留著加速 他只剩85D型 然後我們隨便打 隨便穿 全部都綠的 全部都綠的 那這樣我們後來好像也掛掉了 不過就是最想這一個小片段 給你加速 把BD型撕掉 這邊很爽 不然暫時也有 把大象從這邊出來 這場反而是有炮車一直在炸我 你看 戰鬥士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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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說從這邊再繞往前一點去對這個K圖 對這個K圖做輸出 那這邊 這邊我們不知道是Lag還是怎樣 稍微彈了一下那個圈有沒有大小 稍微彈了一下 不過我們還是有收到好一把 他是亮不到我們的 那他選擇繼續往前 哇這個Ice從這惨 他就幹掉了 哇這又沒收到 對阿這是我們大出的出的傷害 然後我們之後就大意 我們就到車往後退一位 因為我們原本是在等石狗打T56 但是後來發現石狗打T56沒有笨笨的從那裡 你知道嗎 他知道我們可能會這樣收過路費 所以他算是還有點腦子 他知道要近一點點 從這邊用這個勾取當掩體從這邊接近 對吧 但是他這樣子的走法 有一個風險就是被我們這邊隊友打 是因為我們這邊沒人 如果我們這邊有人的話 那他不應該敢從這邊看著我們這樣走過來 就一樣 沒辦法 隊友不可以 死在這邊 被這個石狗打打了 他不知道在這邊等我們等多久 OK那我們今天這兩個Curry的影片 沒想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各位喜歡的話可以按下喜歡我的訂閱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